沒有辦法做,有牌可以租嘛 你自己想好好的去做事情不要爭的啦 結構的基本要求,我們看一下 結構的要求其實不外乎,就是機能、安全、經濟、美學 等一下鋼結構的材料選擇也是差不多這幾項 那機能就是你要選用你對建築物用途的影響 那結構的適用性是不是達到要求 你買一個東西會不會考慮它的機能 還是只是為了漂亮 那如果你為了漂亮,以後可能會後悔 那如果你用了適用性,那是OK的 那建築物機能的要求決定了結構系統的選擇 所以當一個結構技師的話,必須了解建築物的機能是什麼 通常是建築物做好設計以後,再丟給結構技師去做結構安排 所以這個過程你先了解,我剛剛為什麼提到建築物,提到結構技師 那一個結構技師你不了解機能要求,你就要給他說結構要這樣做 那當然你要解決建築物要的空間跟垮距,你要把那空間給搞定 用什麼結構來做 那這個是如果你有去過香港,這個地方就是香港最熱鬧的地方 那這邊,這一棟好像是被綠民建築師的大座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哇整個香港非常熱鬧 都是靠摩天龍 只是跟你這樣講而已啦 那安全的需求要有強度 強度不夠一定會垮 第二個,結構物必須equilibrium 平衡 所以我在教你們工程力學的時候 我還記得嗎 有一張結就專門講平衡 那他必須,你學結構學有沒有學到穩定 不是平衡 不是強度有,不是平衡而已,還要穩定 Stability 那你必須符合穩定的要求 那也要考慮經濟 剛剛講過,這都是物質的東西一定要用錢去換來的 你要這麼多材料要不要錢 你的設計就是要讓你的斷面最佳化 最經濟效益化 那你就要選擇適合的系統 結構系統 你要最短的工期 所以這個部分你怎麼去做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在做結構設計 基本的態度要有 那美學的需求現在慢慢在重視了 以前沒有重視 那包括我們現在的小孩 你們可能有了 我們那個年代誰重視美學 那以前小學的美術課都拿去上別的課 國中也有美術課 高中也有美術課 全部去上別的 體育課也是 所以呢 我們是一個追求知識完美的國家 可是我們很多地方很大的缺陷 好不扯 這是那一年在成大 它的一個展覽 一個世界各地模型 很重要建築的模型的展覽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鋼結構的特色有哪些 鋼結構第一個自重氫 它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自重氫對地震非常有抵抗的效果 好地震總衡力跟自重有一個正比的關係 好地震的總衡力就是地震的水平推力 你自重越重了越容易被推翻 那鋼材的強度大 好鋼的強度是混凝土的十倍以上 好那鋼材鋼的那個材料均勻 它是很均質的材料 所以它有一些特性 它可以做很自由造型的 它可以壓成不同的形狀 空間不受拘束 那森梁跟柱間的跨度比大概是二十四分之一 RC大概是十二分之一 那玉立PC大概pre-stress country大概是十八分之一 好那構建在工廠生產 出工率可以降低 就是我們現場的工人可以減少 那它的品質會比較高 適合大垮度 好像我們這邊教室十米的垮度 用鋼梁跑十幾米都沒有什麼問題 好OK 好RC你有看到 你有注意看到我們教室這個方向大概十幾米 那你看那個方向就變三米 你有注意到 所以RC的板你算起來 如果這十二米那邊三米 乘起來面積這個板的面積是三十六平方公尺 OK 在四十平方公尺那是OK的 這樣你大概有概念有沒有 你如果傻傻這邊給它做十二 那邊給它做十二 你是溜下來的 好一點概念都沒有那就不行了 知道吧 你看它的垮距這麼大 一噸大量這麼深 有沒有小量 我們後面談到側向支撐 這個小量會穩固這個樓板的攤度 那個那個那個 他的他的勞度 我們樓板勞度我記得是三百六十分之L 所以如果沒有這邊這些小量 撐在這邊 這個樓板會 會撤掉 啊撤太大了 那個那個因為下線的勞度會造成樓板 不是因為設計不當 是因為勞度過大 實用性不當 它就壞掉 懂了齁 所以這各位了解 好那 這邊幾個缺點我們看一下 鋼結構很怕高溫引起的殘留引力 這個我在第二章 下一次上課會跟你談到 特別留意一下 那剛才的耐實性低很容易生 我們講生鏽了 應該正確講是腐蝕 齁 生鏽只是表面的一個狀態 齁 那我們用什麼方式去處理防鏽啦 或不泥土皮膚啦等等 長細筆過大 知不知道什麼叫長細筆 沒有關係第三章來跟你們講 齁 跟那個什麼 那個有一個叫R 齁 KL over R 就是長細筆 然後呢 那R是根號I over A 叫做回轉半徑 齁 它很容易發生錯區跟變移 這是它的致命傷 所以有優點必然有缺點 知道吧 齁 好 那溫度超過300度C 強度會聚減 500度C就整到60% 齁 好 然後剛才組合的時候 它會 舒服各剛才的進度均衡 會變成有硬力集中 局部錯區的現象 所以這個設計要特別留意 齁 好 上一個問題 卡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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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中文字幕——YK